歡迎Tonic,齊仁在我們的直播室 你好 有誰在這裡? 我是Tonic,主任吉他行仔 要想 對,突然間忘記了 我是鼓手神器 我是彈bass的Ryan 我是彈吉他笑街 還有我們的Woody在這裡 你好Woody 我們第一次見面 Hello 因為他們外遊園 剛剛回來 我們青春學堂轉了陣 還有加長時間 也希望可以詳盡地跟大家說 讓我知道你們 首先不得不說的當然是英國之旅 沒錯 去了三站 在一月尾、二月頭的時候 Birmingham、Manchester 以及倫敦 我就會很想知道 你知道我們去之前是會興奮的 大概會有幻想到時候是怎樣 但到實際或做完之後 應該有些超乎想像的事情 甚至畫面 你們有沒有 當然有 當然有 有很多 首先我們去的時候 其實在香港的時候 表演還是要坐下來戴口罩 但去到那邊可以站在那裡 然後脫口罩 全都看到樣子 然後很親密 然後不僅有香港的粉絲 飛去英國看我們 在英國的香港人 也帶當地的… 外國的朋友 外國的朋友來看 你全都是猜不到的 對 有怎樣形容那種是嘉年華會的感覺 還是重聚的感覺 還是怎樣 每樣都有 我覺得是重聚的感覺 其實到了很多熟悉的面紅 觀眾… 其實有些我也認得 但他們已經去了外地 有些人說他不是住在英國 他可能從瑞典飛過來看 對… 在歐洲的國家飛過來看 那些地方的名字 是不會讀的 不會讀的 從而是外語 是瑞典文 好的 有一個小朋友的媽媽 特意跟我們說 他們是在加拿大 然後那個小朋友是自己儲錢 可能他是我們的小惡迷 他自己儲錢買機票 買了所有東西 然後跟他媽媽來 所以我們也印象很深刻 有很多不同的惡迷故事 你們會否在表演前或後 特意跟他們聊天 甚至了解他們多些 或在表演前特意去咖啡廳坐 還是行程緊密 也緊密,但原秀有的 原秀一定會跟他們拍照 聊天 聊天 因為對我來說 除了我們可以去外地跟他們見面 他們也分散了在英國的香港人 他們未必經常有機會聚集 那麼多香港人 所以… 他們也互相聊天和問候 對…你們也聊天 做個朋友、認識一下 對,真是一個重聚 香港最多在地的香港人 跟你們說的話是甚麼 在… 即是在英國的 他感謝我們去 帶了香港的音樂 給他們 因為原秀有一個樂迷 是男生 他說他也過了一段時間 他說那一晚是他這一年 說得最多廣東話的一晚 對… 他也很感觸 我聽到也覺得有點感觸 我現在也幻想到那個情景 而且有點無管動 有些人說他其實過了你很多年 第一次… 看到有香港樂隊來 其實他第一次來看我們 每天之前都可能… 認識不太深感 但他… 在香港沒有看過你 對 對 但有為所不少的同學 跟我說 其實我們這次是第一次 看你們的直播 我覺得他很感動 就是… 在我們去之前 我們心裡會懷疑 會否那邊的樂迷 會否… 那些票會否夠多人家 但去到原來發覺 原來有很多新的面孔 甚至不是英國的人 在瑞典,剛才說過 對 這是很不期望的 或者他們帶了一些 不懂聽廣東話的朋友進來 我們說是 這個我都聽過,你是外國人 那你們在台上的 energy 或者在外地做show的感覺又是怎樣 你們先說 外地做show其實是很緊張 因為一來的場是看照片見過 很陌生 當地的朋友形容過 但始終我們是第一次去一個地方 和這個舞台 而且準備也都… 心理上準備是充足的 但是真的很多意外可以發生 所以我們又為了省成本 所以盡量帶小人去 第一站都很安全地進行 但是過了第一站之後 我發覺我們真的不行 自己搞不完 什麼不行 對,譬如我沒有帶古車的路程去 任何路程都沒有帶去 那我們是要… 因為限制一張機票就只有一張機票 對 做回我們很久之前做的 就是自己設置一套古 好像是大學show 對,組裝一套古 然後大家就想怎樣拿咪 好像跟當地的場主一起設置場 但用的體力時間實在太多 第二場真的要立刻召集英國的香港朋友 立刻做Rody 又會立刻召集到嗎? 第一場是跟第二場相隔幾天 很好的 因為很多朋友 大半年前知道我們去英國 立刻就已經是… 要不要幫忙 對 問我們要不要幫忙 或者有些人說 我們在香港做過你的Rody 雙認了 但我們就說 我們有需要就立刻找你 真的有需要就立刻找他 找他就立刻來到 這次你們無論是哪個地方 三場裡面 台前幕後 是全部在香港飛過去 還是都在當地找的在地人 大部分都是香港 有些可能是已經移民了的香港朋友 包括我們的Mond Engineer 幫我們做E-Mond 我們的Drum Tag 剛才說過 都是我們以前演唱會的班底 但現在已經移民了去英國 但也有當地人的 例如燈光師 或是台上的技術師 我印象最深刻 其實是一個英國的… 我們一直覺得他是台上幫忙的技術師 然後最後發覺… 最後聊天 發覺原來他是一個唱作人 在英國那邊他們自己的唱作人 大家說音樂時發現很棒 就互相追蹤、認識 很棒 即是你們可以合作的 他也有隊樂隊 聚集了不同的音樂人 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文化交流 對… 就有這方面 當初最擔心的事又是甚麼 結果如何形人而解 最擔心嗎 最擔心我想每個都很擔心 對… 每個人都很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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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多行李 究竟我戴不戴夠衣服 戴不戴夠衣服 那些東西合不合適 因為我們有個朋友 他說 我和我老婆生了凍瘡 你們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們臨出發之前是寒流 他說雪會積得很深 我真的很擔心 很擔心 連我們團隊的人會說 不如買一件有充電 能否發熱的衣服 這個很少 但最後大家都是一件熱衣服 我們在香港有很多情況未見 我們沒試過早上起床後 車子會結冰 對,又要剷雪 怕會不會移動 對,那真的… 每樣都是慢慢一步一步學習 而且你們樂隊也要自己試套 或者怎樣拿出聲音 那些不合適 所有這些事情 最擔心的是甚麼 現在回想起來 應該是跟當地的場地去聊 那些就是剛才你說的很技術 但盡量聊 然後… 是否用了自己一生人要說的英文 對,用身體語言 對 因為他們很放鬆 很喜歡聊天 即是可能一起收拾一下東西 對… 然後又說話 真的要用很多英文才行 而且比起平日 設定應該要更多的時間 要,要長一點時間 對… 雖然是這樣,但非常滿足 會不會像旅行 即是感觸到 其實我想繼續再巡迴 去其他地方做數 會 其實…像旅行嗎 我覺得… 這次我們表演的分布 是表演一天 接著有兩、三天 留下 休息和轉… 即是轉地方 即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 然後有一場 然後又休息幾天 但本來打算輕鬆一點 對我… 我發現我是… 因為你不能玩 其實你要保持跑步 練氣… 即是你保持狀態 其實那段時間… 好像不能鬆懈 不能讓自己放鬆 像是一個遊客 對…沒有的 但也會四處去看 一場去到英國 對,四處去看 但你的狀態 也不是純旅行的狀態 你會記掛著 然後會有表演的 然後你要表演 對… 對,這種感覺 但沒理由沒有去那些 Beatles 哪個哪個 有的酒吧 有,馬上去了禮物浦 去了Beatles的博物館 對,看著很開心 終於被自己放鬆一下 對… 他去完之後 第二場就說 不如我們唱《Imagine》吧 對… 即是第一場是沒有的 第二場和第三場 因為受到感召 對… 真的…因為那個博物館 有很多Beatles的故事 而且最後有一個地方 真的很感動 它是白色 然後有一部鋼琴 然後有一副眼鏡 然後它播放 它的故事寫明 即是你靜靜地站著 聽這首歌 我當時是眼眩眩的 然後我回到去 就說我要唱《Imagine》 被夾過 那天的演唱會馬上教我們 對… 那時候你們三人沒有去嗎 我們也有 但他的感召比較厲害 我們沒想過要玩一首 沒練過的歌 我們也可以 因為大家聽了很多年 聽了很多年都能玩 在香港繼續發表你們的單曲 例如今天我們要介紹的 有Tonic的《記得梳頭》 是 作曲有小龜 是 電詞有Y文、編曲監製 也有卡叔叔、皇上進 還有你們Tonic 即使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新開始 但一句簡單的溫馨提示 也是提醒你 我們仍然可以互相依靠 沒錯 有Tonic的《記得梳頭》 早就在Y的社交平台看到 他送給你們的手信 這份手信是甚麼時候的 他過來看你們的表演之後 還是一早已經聯絡了 在表演之前也聯絡了 一直在社交平台溝通 然後… 但是我們做好的展示 傳給他 然後找了Carl叔叔 然後就… 很想找Y文幫忙填這個詞 然後他們兩個溝通後 然後我在社交平台上 我自己在社交平台上 又跟他說了一大堆… 然後… 我們想知道是甚麼 也是說一首歌的意念 以及究竟… 你當初在演示的時候 是在想甚麼 對…整個概念 究竟想做甚麼 然後再邀請他來看我們的表演 然後再留在背後 跟他聊了一晚很長的時間 在哪裡 對,在英國他訂了一個… 一個… 餐廳? 不是餐廳,是… 我忘記了名字 總之是一個讓創作人 放鬆的地方 在世界各地的地方 我要先查一下名字 要是你先記住,我等一會 很有趣 那可否是一個旅遊景點 其他人去得知 隨時可以遇到世界各地的創作人 對,有很多的,很放鬆 遇到世界各地就可以做一首歌 對,不只是創作人 對,有很多 即是不同的地方 有藝人、創作… 例如畫畫、電影等 我感受到的是 緩衝鏡的感覺 對… 這個地方很好的 那你就跟他在那裡聊 那你們三人就走了去玩 我們三人,因為我們不能留在背後 因為我們… 他們三人就回來完成… 因為我們只有展示 錄音… 錄音,馬上回來 就要錄音樂、鼓、結他 好 我們在後台也有跟Y文聊天 聊天 然後大家一起聊天 我們那時候寫了甚麼 寫了一圈幾句 其實也很開心 對,在那個地方 我看恆仔和Y文聊了一整晚 從哪裡開始講起呢 他總有對你們的表演有些感覺嗎 有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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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完整的表演第一句跟我們說的 就是… 叫我們每年都回來 對,每年都要去 然後… 到了… 聊天那場 其實… 不知道 他好像很了解我們 有很多意見 或者告訴我們應該怎樣 或者他對這首歌 他對這首歌也是… 他已經消化了 之前在社交媒體 我跟他說的那些事情 再加上有他的看法 覺得可以如何再提升 那個訊息 然後就已經是聊… 很隨便的 你又聊一首歌 但接著又說大家對電影 對一些電影的看法 對一些音樂的看法 然後又再談一首歌 然後又再談其他事情 就是這樣間著間著 然後這樣就天亮了 是 很舒服的 我也幻想這些是非常有養分的 對談 是… 這首歌其實是小龜蛇的 是 當日呢 當日你的畫面是怎樣的 當日我的畫面就是一套劇的畫面 哪一套劇 因為阿恆有一個意念 他很希望… 有些事情是… 可以說到一句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無論發生任何事 先處理心情,後處理事情 因為我們發覺原來 他說人有時候 我們很多情緒夾雜的時候 要處理一些事情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先照顧自己的感受 感覺好才處理事情就好 然後他給了我看 他最近導演的劇的頭幾集 其中一集 他出了街 其中一集 他先說阿尹光的故事 我看到後,我覺得很觸感 感覺到他想要甚麼 我在那天的下午看完寫 寫完之後就跟他聊 然後說OK 然後就做了 所以其實那件事很快 因為那個感覺真的很大 看完那個影響也很大 我覺得也很好看 不是賣花讚花 真的挺好看 沒關係,你不算賣花那個 賣花那個應該是導演 對 導演騰仔,我想問一下 你要Tonic做一首歌 其實是否本身是為了劇 我覺得是為了意念 因為這個訊息是真的很想說的 就是因為那個感受很強 因為這個意念是從何時來的呢 其實是在疫症的時候 當時我覺得這個世界很… 很混亂 很混亂 真的很混亂 大家的心情也不知道想怎樣 對,其實大家還未有一個定案 或者有很多資訊很氾濫 大家要去討論那些資訊 然後開始討論的資訊 就會開始互相對馬 我當時作為一個普通人 我在生活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因為我們男人 很多時候用邏輯去思考 就是你用邏輯去思考 然後你就想不通那些邏輯 究竟你們在說甚麼 你看了,你很認真 為何從外國回來 又要隔離七天 對 為何突然變成二十一人 怎麼算出來 對,怎麼算出來 究竟發生甚麼事,亂來 然後我就開始看 人們的對馬內容 我也覺得 他們為了一些不合邏輯的事 在吵架 這件事真好 對,我覺得這件事很有問題 人是要這樣嗎?不應該這樣 大家真的在討論這件事 還是因為有很多情緒在裡面 即使用情緒去對話 對,不是在討論這件事 大家就是因為生活得很辛苦 對… 然後就發脾氣 也叫做借的耳 借的耳 對,然後… 變成了一個很混亂的氛圍 因為其實大家罵罵 就忘記了本身在討論甚麼 但例如你說的措施 你不知道怎麼來 為何會這樣一無一段 究竟發生甚麼事 當時突然想通了一件事 就是既然… 因為他們在討論的 也不是那件事 究竟發生甚麼事 為何要這麼吵 大家 就是覺得 如果… 我會希望看到的世界 是…大家都很平衡 然後聊天 所以怎樣才能做到這件事 就是先處理心情 後處理事情 我想起我那時候寫這首歌 其實我是想著一個擁抱 即是音樂或各樣我用的聲音 其實我也是想著 這首歌其實是一個擁抱 可能對一個在哭的人 或心情很差的人 其實是想給他擁抱 而我覺得最厲害的是Wyman 完全可以用簡單的幾個字 便能說出我們想說的東西 真的… 這個真是… 很厲害 超級厲害 不轉心境再鬥 所以應該是心境最重要 對 對,有位聽眾想問 先處理心情 後處理事情 這句的想法是純粹人生的經驗 還是來自甚麼作品的想法 其實這是一個… 在研究中得到的一句話 有個職業叫調解員 調解員… 長程大家可以看到劇 有個職業是這樣的 真的有 去研究的時候 他們會拿著這個宗旨去做這個工作 所以… 對,所以… 亦都… 你當刻在疫症那一段時間 你會發現這句話真的很有力量 自己能否做到 你是否真的能做到 我自己問自己這個問題 問了很久 要練習… 當你有情緒的時候 或是你對一些不滿 或是跟別人吵架 那你要練習 其實可能在第三者的角度 就是有一個人想吵架 然後他停一停 莫生氣 對,自己剩下三秒 這個道貨 對,其實就是先處理心情 先處理心情 後處理事情的精髓 《戚餐樂壇》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立刻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吧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吧 我們不給你 我們不給你 快點 我們不給你 還會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